我们在做一个产业分析的时候 会常常进到这些地方 去看它什么 看它分类的变化 给我们一个概念上的指示 所以你看给各位看一些这些 它这边写的 你看这你看 这是Winterby 简直Rate 有没有看到Motor Turbine 有没有 它分得很细的 这是一个风率发电的例子 给各位看它的分类是落在什么地方 给各位做个参考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它一般的格式 这个格式特别给各位拿起来看 就是说它的格式里面呢 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下面这一篇是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专利 给各位做比较用的 这篇专利是2001年3月25号 今年3月25号 你看它原来的标题在50是什么东西 现在的标题是什么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它标题不一样的地方 它标题是会改写的部分 基本上它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 讲出这个专利的用途出来 所以我们通常会一看 这个标题大概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 另外一个是看什么东西呢 看它这个Use跟Advantage 各位没看到 像每个专利它会都都会有这个 它用在什么地方 它的Advantage是什么 在哪个地方 这边还有一点 是没写出来的 这边这样它没写 叫做Navity 它的创新点在什么地方 每一个专利它都会有这些东西 基本上如果有的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 Advantage Change the blocks Couple the Input 下面就是技术的好处 Use Metal for Updating Backup Storage 就是主存的Backup 所以它这个标志 顺着它什么话来写 各位要晓得 现在看专利的时候 我如果这边专利 你叫我这种外行人来看 我是看不懂的 我跟你讲 我哪是学电 学电路的 肯定当时写出一个 Firtual Machine 我就晓得它大概什么意思 猜也猜得出来了 对不对 我在看下面的 Use跟Advantage 我大概晓得这个专利 在做什么用的 我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对学理工背景来讲 好歹都还学有电学这些基础 对不对 不会说完全不同 还学基础 基础物理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可以想 大概这专利是讲什么事情 如果 今天你不用这个东西 还是什么取代的东西 你如果不用这个资料库 各位在学校里面 i-triple explore 说不定就有这个专利 那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i-triple explore的写法 又跟这个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他写的更技术面 他写的更技术面 这是写的很商业 可是i-triple explore是写的很技术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什么东西呢 发现到不同的专利 在不同的资料库 就有不同的面貌出现 所以给各位这个概念 这是你可以看到 汤森引流飞银是一个商业化的工具 这汤森引流飞银定起来 基本价很贵的 要六七十万一年 并不便宜了 我们是用过很多年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下面检索的指令 你没看到 他这个指令的下面这个东西 climb这些东西 我跟各位讲说是 他的检索指令跟美国专利商标局是完全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 这些指令就可以有很多的用途 只是给各位做个例子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检索分析的技巧跟策略 这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information literacy 就其实这个资讯到处都有 我们现在是资讯爆炸时代 所以等于说这个资讯要找得对 还有快速就变得很重要 在这里头 所以你要找的时候 就要有特别的技巧在这个地方 所以什么叫做large walker 有没有看到 就是你可以收集资料从任何的来源 但是你要能够加值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跟各位讲说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你能不能证实那数据是对的 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千百种资料 千百种数据 但是你总是要有个地方去验证它的真实 还是蛮虚假的 这个资料随便你写 可是你刚要去验证这些数量 像我们做产业分析的时候 常常会说是 这个产业有吗 250亿美金 我妈哪在关第一个想 这250亿美金哪里蹦出来的 我为什么要相信这250亿美金 我可能要去什么地方查 我可能要去政府的统计机关里面查 这个产品的物品的生产量有多少 它卖出去的单价有多少 它进出口量有多少 我可能要查这些数据 我才会相信这250亿 在网上所有的数字也是一样 今天我用Google Scholar 我如果用Google Scholar进去找 云端运算 Cloud Computing 我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专利 那Google Scholar就是七百多万 比美国的专利 可是如果是用同样的关键字 我在美国的专利商标局 可能一篇专利都找不到 一篇专利 为什么呢 Google检查指令 它的语义的方法 跟美国专利商标局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Google找出来的资料 通常永远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 它解释语言的方法不一样 对它买你的技巧不一样 所以有人常跟我说 找不到资料 我说你换一换 他说换的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虽然资料处的数目一样 内容一样 找 检查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语法就不一样 在这上面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不同的工具 就有不同的语法的方面 你弄了夹子 这个夹子我们举个例来讲 你可以看到 各位能不能讲到说 后PG时代会变什么样子 后PG时代会变什么样 平板电脑会不会消失 还是平板电脑会取代 所有的Netbook Notebook这些东西 那是不是手机可以取代一切 有没有这可能 多有可能呢 对不对 我们现在手机的功能 越来越强大 对不对 跟电脑没什么差别 你接着可以看 尤其是iPad出来以后 你不觉得手机变大一点吗 Notebook会变小一点 有点这种往中间靠的趋势 可是回头来讲 真的需要这样吗 你如果看过七龙中的漫画 你就会发现 它可能不是虚假的 我之前看七龙中的漫画 什么东西 拿一个胶囊出来 都掉下去 就有个房子出来 就可以住了 哇 这种生活多好 爬山什么都愉快 如果说我能够一丢下去 有一个通信中心 那多愉快的事情 这种可不可能 有可能 我现在越想越可能 你现在看IBM 你看看CPC 这些生活生产中心 没有办公桌的 随时进去就可以插了 就可以上网作业 有时候也不需要到什么 到公司上班 家里就可以上班了 对不对 云端 可能这样慢慢起来 这都是 所以 鸿海公司就问他自己一句话 后PG实在会变什么 他已经想到这个 想到这个事情了 所以就看到 你要知道 你要能够抓到什么 资料在什么位置 评估它 然后要很有效地用 光是资料 locate在什么地方 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就是一个很大学问 那这个资料 将来姿态就会有个好处 他智慧就会把什么东西呢 会把我们在讲义里面 某些连接 有没有 会把它想办法弄出来 为什么呢 对于先前记忆怎么找 免费记忆报怎么找 在讲稿里面都有 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把它列出来的话 对各位商人找 这样会很有帮助 因为那都是验证过的地方 哪一家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而且都有例子可以找 例子可以看 在这里头 所以下面是一个cycle Python Search 就是说是 我这个Python Search 就是我是R&I 我的应用 然后在监视对手 然后在授权出去 然后在Protection 保护我的材费 这些都有 都很容易理解 问题是说是 你真的要创造这个价值 未必容易 前两个礼拜 前几个礼拜 日本就放弃什么 放弃把学校的技术 移转给工商业的 TL我怎么懂 他放弃了 他叫日本要成立 六个智慧财产群的协会 针对不同的技术领域 由民间来推动 怎么样去 那个跟这倒过来 以前是学校 把技术推荐给民间 但是到外是民间 想办法找学校什么技术 用民间来主动 来成立的协会 日本已经放弃 我们现在国科会 教育部的做法 说每个学校成立 产业协合作办公室 推荐自己的产业 我跟你讲说 会跟我们中科医一样 并不好做 真的不好做 因为当时在学校 老师在设计这些专利 写这些专利的时候 并不见得有一个策略 对于工商业来讲 第一个问题说 我这个技术 能不能马上有没有商业化 他等不了那么久的时间 对不对 等不了那么久 第二个就说是 这个技术 如果说出了问题 有谁可以帮我解决 老师没有那个时间 去帮你解决 现场上的所有技巧 我们以前计算会公司的 那个生产性 问题百出 我们在实验室控制 转检是很好控制 上了工厂去看看 很难控制的 很难控制的 你会看到很多的问题 中间会有代沟 Gap出现 所以现在日本 开始那时候 另起路照 他都从专利方面 从业界下手 在这里头 下面是给各位看到一个 就是说是检索的过程 这检索过程 各位看起来并不难 如果说是你看 Select Search Parameter 就是说你要什么参数 你要用什么方法去选 人民去选 公司去选 还是你就是 我要用分类去选 你要选这种方式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要去Edit 你要去执行它 Get Answer Sheet 然后看到到底找到多少 然后再开始什么 一篇篇阅读 这是一个传统的方式 那现在检索的方式 会越来越视觉化 你就视觉来决定 这个专利要还是不要 所以现在MIT 美国在2005年左右呢 Nature Science 仿得也花了很多的钱 做视觉化的专利分析的工具 马上就会看出 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 公司之间的关系 发明下之间的关系 每个国家是否会对上 在这种这些 很多 各位可以到那 University of Arizona 美国的阿里桑拿大学 打进一个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 你可以看到里面很多的报告 都是视觉化的专利 怎么做检索 它有特殊的技巧 在那个上面 那是一个老宗 台湾去的 非常有名 在资金院非常有名 他就在美国的 Nature Science 资助下呢 做了很多视觉化 专利分析的软体 在那个地方 那后面右边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新权在上面的时候啊 这个专利的 Fidelity这个地方 或者是它的可专利性呢 在这上是最重要 那我刚刚讲过了 现在很多的网站 会告诉你 类似专利在哪里的 它会有各种 Data Mind的手法 去做这个事情 好 下面这个PCT Minimum Data Mind 就是说是 哪一些会被PCT 就是专利合作条约 收进去 我们现在收集到的 这些资料库 基本上都是PCT的 Minimum requirement 就是说是 我当一个审查委员 会到指定的地方 去找相关的资料 它是漫无目标去找的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如果被我收入进来 在PCT搜前 就是说是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库 一定要去查的 像各位可以在网络上 可以将来可以看到 那个IEL IEEE的 还要WOK的话 这就是Minimum requirement 这些资料库 你一定要回去用 一定要去用 这叫Minimum requirement 所以这边可以给各位看一个例子 有没有看到 右边 如果碰到某个领域 一定要去这个情案 去找资料 看有没有的 那这个东西呢 能够被收集 Minimum requirement 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因为审查案 就要去看这个东西 审查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他都会到最重要的地方 去先去找资料 找资料 他也许不可便 会漏掉某些东西 但是呢 最重要的地方 他一定会去看 那这个EPO的search document 这边就给各位看一下 他的Minimum requirement 他这边各社 随便把网页给拍下来 让大家见识一下 在这里头 相同的 在美国有一个叫做search template 美国的审查官 他帮你分好了 他有大概200多个项次 帮你分好了 每个项次里头 你拿到这个项次里面的资料的话 去那个资料库 哪些资料库看 他会有固定的资料 他这边写的比 Minimum requirement 还要好 他比方说 他会写说 你这个领域 要去看哪些美国的专利资料库 要去看哪些的外国专利资料库 要去看哪些商业资料库 要去看哪些技术资料库 他这里面会有定 而且你会发现到 他所指定的商业资料库 或者说行销情报的资料库 是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 你肯定想都没有想到的地方 可是他就会列进去 整大关会去那张座 产党会去找那些资料的 在这里头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显现 有没有看到 成一 拍了 床铺 在第五 有没有看到 点进去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他会显得到所有 他那里面所有资料 或者内容 在这个里头 所以你再往下看 有没有看到 他会选择这些 Use pattern Fallium pattern Long pattern Internet 所以他会告诉你 Internet去哪里找 用什么工具去找 他都会告诉你 所以你看他下面这个例子 有没有看到 Fallium pattern 第一个就是什么 DWPI 你DWPI找过没有 你要 你这里要去找 你再看下面一个 JPU的摘要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没有去找 JPU的那个什么 全文呢 我给你讲 那是一个大工程 那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他只在看摘要的部分 你再往下 中间看一个是 EPU的摘要部分 有没有看到 Text and Classification Search EPU 它都会指定的位置去看 但有些资料 我们未必接触得到 属于它的内部的文献 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好 下面就开始稍微介绍一下 这Scopus呢 是一个什么 学术的资料库 最近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把专利给放进去 大家有没有看到 开始放进专利 就是说 这也是我们今天上课的重点之一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看到 专利跟起干 怎么交流在一起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下面这些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是 我这边有没有看到 US这些地方 Python Office 这边你可以选项的 你可以找相关的资料的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期刊资料库呢 也开始有专利的资讯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 所以这边就给各位看一个 这个资料库很多 在下面第二个资料库 ISI Web of Knowledge WOK WOK 智慧局有定这个资料库 但是为什么 还要你们 那个 再到学校来看呢 因为智慧局花的钱比较多 他看到材料就比较多 学校WOK 没有智慧局 WOK的资料库多 所以他现在资料库做生意 都是说 你说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资料库 就在那同一个名称 WOK呢 也会有不同的内容出来 在这里头 所以你到智慧局找资料 跟你在学校找资料 就大不相同 台大是最幸运的 我想只要过一条马路 你就可以看到 最好的资料库 而且在学校可怕 都是不齐全的 都是不齐全的 反过来 学校有没有资料库 智慧局可以利用 也有 像三发的这个资料库 定起来贵得要死 可是呢 学校就有 所以智慧局是难关 其实也可以三个步道 学校来 也可以来用 其实可以互相交流 那台大跟智慧局 刚好是邻居 就要对接 非常的好用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WOK是一定要学会的 为什么 你这边有看到一个 Web of Science 有没有看到 他把Web of Science 包含进去 那Web of Science 包含什么东西呢 包含 那个Science City Index SCI 或者是SSCI Social Science City Index 就是老师最在乎的什么 我今年老师 能不能升得到 SCI SSCI 就在这资料库里头 就在这资料库里头 这是唯一的一个工具 可以让你追后面的文献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2005年的文献很有用 那2006 2007到2010年 有哪些文献用它做参考文献的呢 这是唯一可以往后追的工具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到美国的第一天新增训练的时候 就是要学WOS里面的SCI 那个老师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在美国练习 不会SCI 就不必混了 因为是它唯一的工具 可以帮你最后面的文献 现在还是一样 是把它换成WOK的名字而已 在这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 它这边写说Effect 你会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这都是期刊嘛 J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你会看到 或者Memberland Science 像这些东西 它都是期刊的部分 你可以看看 它Sighted Paper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我们在前面一页也讲到说是 有哪些文献 引用了这个美国的专利 前面那一页 就有美国专利的号码 它就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 哪一些期刊 引用了这个美国专利 这就是期刊跟文献 交集的地方了 我从专利追期刊 期刊在这专利上 一路追下来 只要有一个起头 就全部出来了 就全部出来了 所以这是做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做专利分析 那就是后来你专利 减少完了以后 你就要做专利分析 这个部分是很多的企业 并不想要花多少时间的 那个企业的老板都很心急 常常今天讲明天就要 这边很多企业的朋友 如果说做过专利分析的话 就会感受到这个压力的存在 压力存在 讲起来都很简单 好像说随便找找就可以了 其实真的下去才发现到很不好玩 真的很不好玩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它那个东西 你要做专利分析呢 一定要有数字 一定要有目标 一定要有工具 然后你要看到什么 这是一个循环 对不对 你光是问老板 Defense Scope and formulate a question 我跟你讲 可能就把诸位累死 我常常碰到很多事情 就说是 你说是老板请下个指示吧 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老板可能想半天 老板也可能很干脆答复你 我大部分情况说 他不知道 他说我要答案 我要答案 我们以前常常到公司去访问 公司就说是 我们曾经在2006年 去一家公司访问 他说 你帮我把GPS专利找出来 Global Presentation 我说早餐干嘛 他说产品发 这个现在妈热门的不得了 我要进去 我就跟他开了个玩笑 我就说 老板你要做GPS哪一块 他说还有哪一块 我说GPS分八大块 我现在就秀给你看 八大块你要做哪一块 他说我要做地图 我说好 你要做地图吗 我说你要从卫星取数据 还是从机体台取数据 我说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 我说欧洲专利分流 马上就告诉你 你这个地图要从哪边来 卫星来 还是从机体台取得 还是从其他地方取得 什么方法取得 你要是编码的方式 还是分装的方式 还是分包的方式 几个问题就把老板给问到了 我说你讲不出来的话 下面工程师怎么找 工程师找不出来的 找不是另一块 你只有说是先看到八大块 然后说我要吃哪一块 再把技术展开来 就说是你要吃哪一块 一个一个问 一个问以后 他才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出来 好找吗 你说难也很难 说好找也好找 为什么 你懂得专利的分类 你就把它图秀出来 让老板去点名点就好了 你可以点 你可以把日本分类叫出来 你可以把欧洲分类叫出来 让老板去点 哪一块是我要做的 然后老板去点就很快 如果老板是工程师出身 那都很简单 我认为老板不是工程师出身 名字都看不懂 那你要解释给他听 在这个地方 所以像这个 define就不见得是容易事 不过你后面的收集data 然后用一用工具 其实一个cycle 这个cycle叫什么名字 各位晓得 现在在2004年开始 这叫做Pyton Informatics 读专利资讯的人 就读专利资讯的人 要能够收集分析 读出他的精华出来 这是一个职业 有一个协会成立 在欧美已经协会成立了 现在就说 要把他变成一个什么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在去年在PiUG成立这个协会 那给各位看一看 像这些东西说 你看专利的首页 有这么多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会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我给你看一看 Dasignated EPC或PCD States 这个有什么意义 这个专利如果申请欧洲哪些国家 或者申请联合国哪些国家 有什么重要性吗 有 你跟我刚刚讲的 我那学生分析那个环保的纤维 是380个美国专利吗 380个美国专利 有120个专利左右 我现在不记得详细的数字 他是经过联合国去申请的 我说你把这联合国的申请 把它分析一下 他说分不出来 因为每一个专利 都要申请五六十个以上的国家 这一百四个专利 他整个散布出去的国家 那是很多个的话 很多的 但你仔细看一看 他里面分析的重要国家 大家都在里头 日本 欧洲 美国都在里面 所以PCD专利的分析 就跟平常的不一样 EP专利分析也不一样 他这个因为是联合国申请 和欧洲申请 是好几十个国家的部分 我们再看看优先权的数字 为什么优先权 那个data最终 因为优先权的日期 跟它的号码 可以告诉你 这个公司的布局在什么地方 这公司心中真正的想法 再回到我们刚刚讲 那GPS那个公司 在生产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说是 你先帮我分析TOMTOM 这个欧洲最大的什么 在阿姆斯特丹上次公司 是最大的GPS公司 叫做TOMTOM 我说你会了 我们已经教过你了 他说33个专利 我说对 33个专利 那你还紧张什么 他说我不相信 他只有33个专利 我说那很简单 我们现在做了电脑前 用电话遥控 我说你把优先权号码 输进欧洲专利去 一个一个输 然后看他有多少个专利 出来 他输到第三个优先权 第三个优先权的时候 加起来就有六十几个专利 将近一倍 还没输到第四个优先权 我说这有什么差别 他说多块三十多个专利 都在英国 我就说 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公司 一定是英国做第一个市场 为什么 所有专利先大兵 聚集在英国 对不对 全部在英国 不是吗 就是英国第一市场 他为什么要保护在那边 我说你把十个优先权 全部放进去 你就发现他真正想法在哪 就出来了 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就我从优先权 可以读出你的方法 那回到杜邦 杜邦有什么特性 我们曾经有个学生 做了三年才毕业 应该他读了四年 硕士才毕业 他做了两年的那个什么 做了两年的那个杜邦的分析 十何万个专利 整个做分析 杜邦只有五个专利布局 五个专利布局 两百年来 五个专利布局 让他赚大钱 他只有五个专利布局 有一个布局 是最近针对大陆做的 针对大陆做的 那布局 你可以很明显 什么方法追 优先人去追 优先人去看 杜邦整个布局 他什么的样子 所以就是说 优先人可以看 他唯一布局的方式 在什么地方 那下面是说是 你如果有时间的曲线 有国际专利分类的类别 有国家类别 你可以切出来什么东西呢 哪些技术 在哪些国家是领先的 这个是不成问题 在这里头 所以下面可以看到 你下面要什么样的技术呢 第一 我跟你讲说准确 你做任何分析不准确 那个资料不准确 还是白做的 我们不是常常讲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找的资料如果不对 就不必谈了 什么都不必谈 一定要很准才行 那后面这个东西呢 给各位就说是 其中多少钱 你可以看到 special pattern search quality 你能看到 你对这个domainology的知道 对工商也知道 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到工商业 你要很清楚 行家才看得出来 你要domainology才看得出来 那这专利工程 他没这个本事的 除非那是他自己的本行 所以说专利工程师 一定要跟什么 一定要跟研发工程师 要合作的 专利工程师 不可能有那么多domain knowledge 对不对 不可能全通的 所以这就是要注意到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要了解哪些技术在哪里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东西 我们在找 做专利分析的时候 我都有个习惯性 先找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要找到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可以告诉我 全世界所有技术的发展 在这个领域 他所有的技术发展 他重要的公司 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网站 为什么呢 这样可以省我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时间 像我们做那个燃料电子的时候 我就曾经收拾 我们曾经分开过 美国的服务电子 去哪里看趋势 日本去哪里看趋势 欧洲去哪里看趋势 美国那个网站 有个叫Fuel Sale Today 各位会回去试一下 那Fuel Sale Today上面呢 他就三个做一次专利的分析 告诉你哪些公司成立 哪些公司倒闭了 我心想这就是我要的资讯嘛 对不对 哪些是主要的prayer在里头 那找专利就方便很多 所以这里面就是你要有一些 什么东西呢 你要有一些好的网站 给你 但你要注意到 我怎么样利用专利的分类 或者是关键是帮我 有加值的功能呢 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在加值有一定的过程 其实台大也是最早开始做的 各位小朋友 电子学院已经开始做了 电子学院在整合什么东西 就整合我现在电子学院 所有老师的那个长处 我怎么样能够创造出一个model 在做研究的过程中 能够创造商业价值 那个研究生已经开始 做这种题目出来了 电子学院已经开始 他准备什么东西呢 准备学校哪天跟他说是 我今年台大要30亿的资金 我希望电子学院呢 能够负担5亿 然后电子学院的系组院所长呢 就要想到说是 我这个院长要负担5亿的话 我要怎么去找这5亿的钱 他怎么样去整合老师 已经开始做了 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现在台大是最早开始 来看的话 朝这个方向进行 那下面这个东西 standard research 我想给各位看一下 我就不想 因为中间的 你们看到 你有法律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刚刚于助长讲的 我们在其他讲义上 哪些不同的点 从财务的什么地方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什么 相关的专利这些消息 可以找过来的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看他这个是说是 基本上创新性的专利并不多 像朱军武的那个 超早的专利并不多 那种非常原创性的 所以基本上都看在 人家肩膀上 说少许改良 但这个地方就说是 人家改良的部分 要有系统去追踪出来 在这里头 我们再回到 scopers里面 给各位看一下 你们看到 这次就不是专利了 是citation overview 你们看到 是citation overview 他可以帮你分成什么 不同年代有多少篇 对吧 所以他现在的工具 非常的好用 像scopers这个东西 很好用 我今天可以算citation citation是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重要 是算所有期刊 或是专利强度的最基本的数据 今天这个专利强度强不强 期刊的强度强不强 全是用citation算出来的 citation是最基本的工具 最基本的工具 所以今天你在社会上 碰到这个公司说 我想跟别的公司买专利 这个专利强度多少 是citation算出来的 是citation算出来的 你找不到citation数字 你就没办法算到的强度 所以找citation的数量 也是一个重点的工作 在这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citation领域 你们看到 每一年 你们看到 它帮你分好 每个资料库 现在都有类似的功能 在这上头 不是scopers这个资料库里头 所以给各位看 citation的作用 它的频率 所以就是说是 你可以看到 下面的整个概念 是什么东西呢 你要找到先前技术 那各位是不是刚刚 那个想到我前面讲的 国际专利分野第八版 就可以让你找到 先前的技术 它的第八版 就是这个指令 可以让你找得到 OK 所以application 你要仔细去 search report 你仔细去看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什么 先前的发展 怎么去看 怎么去找它 这个reference site的 你们看到 是不是有同样的文献 引用到相同的reference 这我刚刚讲过了 你要有四篇 你要有相同四篇的话 那现在像WK 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呢 假设我这个专利 有20个reference 假设有20个reference 它有办法 帮你做到什么东西呢 引用同样20个专利 你先有哪些 同样20篇 配合求其次 同样引用19篇的有多少 再退其次 18篇有多少 它会一个月帮你列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 相似性就慢慢出来了 对不对 最高就是20篇 都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就19篇 18篇 17篇 16篇 它会一路排下来 排下来这个地方 所以换句话 现在各位做研究 应该比我们当年要轻松多了 我们当年要找 很多的文献 要一本门去翻 现在你知道 在电脑上指令就可以做出来 要做出来 所以理论上 你们的研究速度 要比我们快几倍 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数字 我同学在美国药厂做事 我把一个数字比例 换给各位听 它以前只要合成两颗药 这一年就算是功劳 那个功劳显著 合成两颗药 就是功劳显著了 我们学有机合成的 想要做合成有多辛苦 它现在配合是多少 它现在是80颗药 40倍的生产量 40倍的生产量 你要小的 一年工作250天 你要合成80颗 三天要出来一颗 你三天要出来一颗 你要有很大的本事 这个东西下去就要成功 不准失败了 对不对 你要有这个本事 才算技巧卓著 靠什么东西呢 靠什么 Simulation Componative Chemistry 它上去先模仿 我合成这个药 能不能先在这个 人体蛋白质上面 进不进得去 先把实验 先把那个 Simulation做好 然后再下去合成 合成都是几十毫克 都是几十毫克 看能不能合成出来 所以你看 速度要增加40倍 速度要增加 跟我现在想想 跟以前是不好过的 可是因为科技进步 资讯进步 就可以到达这个程度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专业审栏 也很会引用资料 所以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中间这个黑的话 是假设是1997年的 文献专利 你可以看到 它前面后面的影证 这个前面是代表 技术最早从1978年开始 它现在一直推往下推 我跟各位讲 这个推啊 你看它是第一层 这个专利是第一层 这个是第二层 我们的经验是什么 推到第三层的时候呢 新的应用就会出来了 这也是刚刚 PiM的机公司 找新产品的方法 找新产品的方法 它只要推三次就出来了 我拿我拿自己的经验 的例子来说的话 我今天 做巡异飞弹的燃料 那是我做过的本行 可是呢 我在第一次引证的时候呢 发现它变成炸药了 就是那个燃料 会变成炸药 第二次引证的时候 日本人把它变成什么东西呢 变成油漆 最高级的油漆 第三次引证 它变成什么东西呢 变成精密的清洗液 哎 然后东西 我想到没想到说 还可以变成油漆 变成清洗液 我去查日本公司 你给我 bluffing吗 在吹牛吗 看看它的 看看它的那个行路 找到它的商品名称 丢到专利资料库 确认它产品 是不是有包含 这个巡异飞弹燃料 我们可以这样验证 真的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军品 军转名 军用技术转名 就这样转出来的 我就利用骰贴金转出来的 有贫有据 产品都有 应该什么地方都很清楚 人家帮我想 我哪知道 我只想要杀人 放火的事情 没想到做民生工业的事情 对不对 平安器就很会利用这些 所以我们这后面 就是学平安皮 学的很多 这些东西你们看到 这Hudspot是什么意思呢 专利被引证的数目多 也要分清楚一点 为什么呢 如果说上这个专利 被引用210次 对不对 可是最近几年 才被引用6次 最近就很少用它了 下面的专利 被人家引证了16次 可是呢 在最近比较15次 那个重要性 可能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算专利冲击指数的时候 都是靠最近五年来算 就是这个专利强度好不好 是以最近五年来做决定的 来做决定 所以这跟各位讲 就是说是 算的方法 也不见得是一样 这个专利家族 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是 专利家族的定义 就千百种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所以这专利家族 你要注意到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能够找到最大的专利家族 才叫本事 在这里头 所以我们往下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一个专利家族 有没有看到 从左边开始 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把它切成四个 五次 这第五次 一次 六七八九十 这样一路下来 这一路下来 你可以发现到 有的时候是改写 有的时候是加上新技术 有的时候是把它切分割 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图要怎么画出来 下面这个图是电脑画出来的 一次把它画出来 视觉画 可能这个店要怎么画呢 你要靠申请的号码 来做什么 线索才能够画出这个图来 所以你在找专利的时候呢 它是用申请号 application sign number 我们在前面讲的 用这个号码 你才能找到这个关系图 你不用那个号码 找不出这个关系图出来 所以接着发现很多的技巧 我们是需要好好去精练 为什么 那是基本功 在那个地方 你不会懂那是基本功 就没有用 就做不出来 所以failure 这个下面就跟各位讲说是 什么叫做好的专利 这是其中一小部分 先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它们通常是很新的专利 而且一出来就打官司 像苹果的触控面板 就是这种专利 一出来就打官司 它威胁我们 为什么 苹果不是宣称吗 我有两个触控面板的专利 谁敢仿冒 我就告诉谁 他们也把专利号码说的 他只妈威胁 我说我有两个专利 我心里讲废话 你不是专利 我心里讲 你肯定要两百个专利 对不对 他又评我 可是你评我 现在发现到 他每推出一个产品 就一定有人追得到他 这都是互相的 为什么呢 绝对是你 其他侵犯他 我有想法的话 我一定就告你 这是一个最好什么 咱们叫NPE Non-Practical Entity 什么叫Non-Practical Entity呢 我去买专利 或者授权专利 然后呢 准备两组人马 一组叫做 律师专门去告 一组叫会计师 专门收钱 这叫做NPE NPE是像最流行的行业 最流行的行业 为什么 你要有眼光 专利要好嘛 对不对 你才有机会去告 所以那有眼光 我们那个 交代那个科巴所的所长 曾经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有NPE的人来访问他 他说是 你是NPE 你出来一个人代表 你出来 后面有多少人 在帮你做后勤工作 他说50个 我今天出来跟你谈生意 就说你被我抓到了 我对你谈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专业布局 都要在我脑袋里 我后面的工作人员呢 要把你所有弱点挑出来 我才能跟你做生意 说是一对50的比例 来做这个事情 说你公司250人 换一换一换 就只有五个业务员 他说对 我只有五个业务员 这五个业务员 就是每一个对付一个大公司 每一个对付一个大公司 赚一个40年 一次就40年 NPE很狠的 很厉害 我听到说合理 50个是合理 但那50要是好手 才能够抓到人家的弱点 第二个是他什么东西呢 申请时间很长 来来回回 来来回申请专利很长 通常是好专利 第三个 他某什么叫某CIP 一面申请 一面换新的技术 就是说一面申请 就且打且走嘛 我一面申请叫CIP Continuation Impart Continuation Impart 这个部分 Contain Morecam 它的权力将会很多 那只是其中 这是一个2004年 Alison一个期刊 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在2000年 曾经整理过全世界 怎么样叫做好的期 好的专利 我们曾经整理过 好 这就是刚刚那什么东西呢 Creative Creative 你们看到 Jack Biden 这是MP3的专利 就是告什么 告苹果那个专利 就是新加坡公司 去告苹果那个专利 那你看新加坡告苹果 苹果为什么也付一亿美金呢 各位看 他引用他的文章的 这是新加坡的Creative公司 你看他引用的 他是2005年出来 2005年谁引用 Sony 2007年呢 Apple Microsoft Sony 你们看到 Apple也好 你看一路引证下来 全是大公司 所以这个专利 是一个相当好的专利 应该是 对不对 所以他告Apple也非常合理 对不对 他去告Apple也很合理 然后Apple愿意付一亿美金 给他 他也相当水准 是不是 所以就看到他的不同的地方 给各位看看 引证案的部分 这个不是给各位看什么东西呢 这边有个东西叫做 Parent Continuity Data 这个专利的所有来龙去脉 在什么地方 这是美国的什么 所有历史文件里面的一部分 这都免费的 如果说你要去历史事物 做申请 说你多少钱呢 1500美金 这在网络上可以免费抓下来的 免费抓下来的 不需要花钱的 在这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 是整个的申请资料 整个的申请资料在这个地方 因为看到 上面所有的栏位很重要 尤其是FireWriper 所有的申请历史 下面是法律的状态 绿色代表正向 红色代表负向 红色代表消息不好 绿色代表OK 所以它有很多的法律状态 像这些 各位将来检索的时候 恐怕都要看 因为什么 它包含所有的消息 法律 政治 经济 里面全部的消息 统统统在这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未来的趋势 你们看 看两个名词 Python Matrix 跟Python Informatics 我刚介绍过Informatics 现在叫做这个东西 你们看到 各种的指标的运用 我跟各位讲 这个指标运用 现在是越来越热门 越来越热门 就是说趋势往哪里走 它会写得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 这个名词 各位可以记一下 可以找相关的文献 下面就是DataMating 我怎么样利用分类号 找到我要的技术 它趋势在哪里 所以换句话说 像这些工具 将来恐怕都是 各位要慢慢学习的 各位在学校的时间 如果学习好的话 到企业界会占很大的优势 非常大的优势 我可以讲个实际的 台大的毕业生 你们认为说 一个硕士出去 四万八千块 算是高薪还是差不多 然后这边有企业的朋友 愿不愿给这四万八千块的薪水 硕士到五万二 四万八到五万二 我问过几个IP的公司 他说不可能出那么高的价钱 可是在台大上会的学生 如果学过专利这些分析的话 他出去就有这个行情 他一出去 今年毕业的同学 出去就有这个行情 许我说学过高科技工房 那么这些专利技巧的话 会减少的话会差很多 会差很多 所以现在就知道说 专利的减少不再只是一个工具 而又变成一个职业 就像我们一样 七八个 一天七八个小时挂在网络上 那美国人的收费是525美金到 550到750美金一小时 我们中山科学人收费是 三千块到八千块一小时 我们的收费也很高 也非常的高 可是学家还是愿意用 因为我们可以找得很准很快 好 这个下面是针对材料 化学眼睛之间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化学物的社区 你们看到 我写一个 我只要随便画一个方程式 管它是大小乌龟 什么都可以 我会就看到所有相关的资讯 相关的资讯 所以我们昨天 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礼拜三 对不对 我礼拜一访问一个上柜的厂商 上柜厂商就跟我讲说 我帮他找一个东西 他说这个东西 他认为是吗 绝对是有前途 我说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再下一个指令 就把那方程式画进去 我就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科学文献 多少专业 我一步就下去可以看得到 我那时候你所有的想法 我大概就清楚了 一个动作 就可以下去看得到 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些东西 你们看到 可以没注意到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是修正过的号码 这个号码我其实根本不要用 为什么呢 那是假的号码 那是他公司自己编的号码 我要看的是世界级的号码 什么叫世界级的号码 就说是这一个号码是世界通用的号码 各位要晓得很多号码你都会用 电子也有号码的 化级品也有号码的 我讲的世界级的号码是什么意思呢 我中单科学在几年 很多年前说是 我现在为了进货的管制 我需要把它各种编号 问到我化级品 我说我化级品有个编号 我就用人家编好的世界级的号码 这个号码一下去 全世界的供应商 全世界的那个什么 经销商 全部会出来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我说我根本不见这个号码 我只用人家的号码就可以了 所以说学化一些材料 也见都晓得这个号码的用处 他这地方只是说是 他自己编的号码 就没有什么用 在这里头 那这当时给各位看一看 就说是各个专利商标局 他本国人是外国人申请的 你像韩国的话 外国人申请 那个肥牌比较少 美国就装进一半了 在这里头 那下面这些 各位看一下 我就不想 好 菲利普就要问嘛 我为什么需要专利 我需要专利干什么 其实菲利普是最会用专利的公司之一 你看他靠台湾 长得多肥 他光的时候光铁片 吃我们光铁片 弄得个药子 快发疯了 对不对 我们光铁片 被他追什么 逐水草而居 台湾活不下 到欧洲去设断 欧洲活不下 到澳洲设断 现在澳洲活不下去哪里 在内蒙古 我看他下一步到哪里去 他就逐水草而居 我想下次可能要越去 被他追啊 被他追 你看 再回来 他投资台积电 赚多少钱 菲利普 要不是台积电 要不是我们的光铁片 每天都会亏空 我在看 过去十年二十年 他靠台湾活下来 我总是这种感觉 那我现在感觉到台湾什么东西 还在养他 他一个叫LED 会把他养 养他肥肥的 LED专利都布在那边了 就等你妈发达 等你发达 我就来收钱 他成立一个LED事业部 那就准备收钱的部门 那第二个部门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看到的 智慧一的部门 反正在衣服上 挂上什么电脑 什么USB的话 都是他专利 你现在智慧一 什么生理监控的话 他就是收这个钱 他等他成立事业部 就把实际成熟 开始收费 菲利普是靠这个赚钱的 所以他很厉害 在这里头 好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工商业需要 我跟各位讲 你现在没有专利 能够活得下去吗 我跟你讲活不下 为什么呢 专利速度会越来越多 你如果没有专利 我跟你讲说 东西再好 人家不会买 为什么 你的买主 被人家告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保护他 你没有办法保护他 现在买主的意见是说 我买你的产品 加上你什么 加上你的专利 我如果被告 你也脱不了身 你也脱不了身 你要帮我去打官司 你没有专利 他根本不买 我已经看到台湾的 PGP产业这种状况 PGP产业公司 公司跟我说是 帮我申请专利 我说你妈不是活得好好的 你不许申请专利 也可以活得很好 他说不行 我说产品比韩国人品质好 价钱低 人家买韩国货 因为韩国有专利 他说你没有专利保护 就不买 就不买 就已经看到 这个趋势都慢慢出来了 在这个上面 所以下面给大家看 这是三级局 你们看到三级 Trilateral 他这是美国 日本欧洲三个级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计划 这里面最重要的计划 是什么东西呢 他会预测未来产业的发展 预测产业发展以后 会给他一个新的国际专利 分类的编号 我要抓最新的产业消息 我会从这个地方去抓他 抓这个地方 就是他在想什么点子 像比方说信用卡 像广播系统 像穿在身上就像具有 穿在冷气机穿上的智慧衣 这些都还在变化当中 还有像唐类 唐类研究 像这些他都在那边想 我们分类都还没有出来 都还在研究没有出来 所以这样我最喜欢 你看看这个部分 这个Python Officer 给下面这个简介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简介的部分 我就不再讲 各位名字 下面就是他有各种的计划 这个计划里头 我也不再说明 只有一个在这个地方 就说是 他有个Trilateral PCC Python Persecution Highway 是说什么 这个PPH 现在这个名字很流行 加速各国的什么速度 就说比方说 像日本跟韩国签的PPH 你日本如果通过的话 我韩国就通过了 所以你将会看到 美国通过 欧洲日本就通过 这个叫做PPH 下面就是一个介绍 他参加PPH的单位 这些东西 各位来看一下 我就不再解释 那今年多了一个五级 Five IP 这是把加上的韩国跟大陆 在这上头 这里面跟三级学 我觉得个人觉得最大的分野在哪里 三级学在看新技术 新产品往哪里走 这个地方是做基本工 怎么样建立Basic的什么 基本建设 在这下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今年你们看到 4月15号 第三次世界 第三次局长会议 才第三次 你看它有十个基础计划 它在做基本工的 这个地方 就像现在那个 那个智慧学 资料服务组一样 它在做基本工的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 第二项 跟第一项 抱歉 共同的文献资料库 共同利用的混合分类 你们看到 共同利用的混合分类 这是我在想说 分类可能将来会有大变化 会不会在第九次的 IPC的版本里面出现 第二个 相同的申请格子 共同利用检索审查结果 你们看到 所以各国互相互通 有无这个地方 还有刚刚讲到 积极翻译 所以各位将来 如果在欧洲专业局 看到什么呢 看到意大利文 翻成德文 德文翻成埃及文 都有可能实现 它已经做了十年了 不是现在才在开始 所以已经做了十年了 在这上头 所以我用来讲说 直接我最在乎 就是说分类 可能有大的变化的理由 在这个地方 下面介绍一下 智慧学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是 做专利分析 是基本功利 记住那一个原则 守夜跟权利项 那两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记住这个地方就可以 下面智慧学的网站 这个东西 你看一下呢 往下看一下 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 你自己会问的 其实智慧学都做 比如说你上去玩 会很好玩的 非常好玩 每一个国家 智慧学都很好玩 会告诉你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中文你更好懂 在这上头 你没看到 我们先看资讯结构 任何的网站 都会有资讯结构 它的架构 你比方上智慧局 它有分类 它有各式各样的分类 它有检手的方法 它有相关的资料 相关的连接 这就是一种资料的 资讯的结构的分析方法 这是以前的网页了 非常单纯 有点像Google 有没有 很单纯 可是你现在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比较变化多 其实资料越来越多 资料越来越多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是 你看到有导览系统 有搜寻的系统 对不对 有组织的系统 就说变成一个 很像什么 大规模的 就像美国的专利商标局 欧洲专利商 很复杂的 就不像以前那么单纯的 事情就越变越多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资讯系统这些人变很多 变得很多 我常常会上去找消息 为什么 尤其在这个时候 我喜欢上去看什么东西 有很多的演讲 都会在这三个月 为什么 预算全部下来了 它预算必须在 今年运用完毕 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立法院 每天都有一种 那个时候的什么 那个固定性的循环动作 在一月二月三月 审计算非常严格 你这机关做的不好 保留预算 到了七月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还是不好 我只放出来 百分之三十五十 等到十月份的时候 统统放出来 它不放也不行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那机关的事情 钱太多了 它就办很多的 很多好的演讲 很多很多 你现在仔细看 都好都好 只是一个人 实在没那么多时间 不然会天天天去上课 靠着你怎么诉讼 怎么申请 有哪些变化 很多 我真的想去听 可是就没那个时间 我不可能天天去听 老板就把我fire掉 光是听演讲 这个部分 有很多好的演讲 各位可以去看 都在智慧器上面 别的地方找不到 都在智慧器上 可以看一下 下面找资料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那资料地方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不但是专利系统 商标系统也不一样 全世界找商标 最friendly就是 中华民国智慧产品 他会告诉你 用什么图形去找 别的地方根本不给你 这种指令 你仔细看好了 还蛮觉得吗 智慧器很有创意 用那个东西找商标 为什么我找商班的目的 就是商班怎么跟 专利合在一起 因为它软体已经出来了 我们已经试用过 我就想说 哪天智慧器 专利跟商标合在一起 那就精彩了 那就好玩了 在这个里头 那左边这边可以告诉你 各式各样的专利的资讯 这个部分 所以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找专利的 在正当中 弄下来以后 各位看到 这上面所有的资料 这边资料很丰富 当然对于说 各位来讲 有些地方可能用不到 但对它的法令规定的人 跟检索人士 一定要用到 一定要用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会进到 中华民国专利检索系统里头去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有各种国际 各位有人注意到 国际专利分裂是 2006年1月号第八版出来 到现在为止改了几次 总改了五次 你们看到 不过理论上是 三个月改一次 到现在为止五年的话 678945年的话 应该改15次 它是改了五次 只改了五次 所以它速度还不是 想象中那么快 各位注意看 国际工业设计分类 现在很多公司 不是在靠硬体赚钱来 准备靠软体赚钱来 所以你看友达 明基 有没有 他们都是靠什么 准备靠设计赚钱的 我前两天到 仿制中华研究所 仿制中华研究所 要求他们参加设计展 你卖布赚不了几块钱 你卖布的设计 可能赚好几十倍 一个丝巾 台湾厂商做的 卖给阿玛尼 五块钱美金 阿玛尼卖出来 五百美金 台湾做的 台湾的设计 台湾妈出去 台湾出去 它就靠设计赚钱 Nike更狠 Nike是说是 你今天台湾有设计 我就把订单下给你 条件很简单 你把专利给我 你把专利给我 我给你的回报就是大单 但你要把专利说这样 所以Nike要不要 什么研究他的 他不要 我有大订单 我给你订单 大家就收你的智慧财产权 这是Nike的行销手法 也就是好东西 同一词的查询 这边都可以用 所以我只要是给看下面的词户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些词户都是什么 最标准的 维基百科 国家实验研究院的 英语资料库 国际更加设计分类表 这些都是什么 最标准的关键字 但这个关键字 露掉一个地方 在国外的话 这个标准的关键字 叫做已经自制化的关键字 还有那是什么 正在演变中 现在流行的 还不是正式关键字的 这就更难做了 所以你在网络上 你去看的时候 每个人在做的时候 它会分成两个字 一个叫descriptor 正式的关键字的词户 一个叫identify 非正式关键字的词户 在这里头 所以它有不同的名词 在做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说正式的关键字 已经做得不容易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面同一词有没有 我们做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做这个 这不是我做同一片 先声明 要干这种事情的话 常常说智商要180 做这个 这是我同事 这是180的智商 可以做出这个消息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检索在右上角 这个地方 检索 你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 下面开始分类了 分类浏览这个部分 我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各种检索的方式 有没有 这个检索方式 跟美国非常类似 非常的类似 但是呢 更friendly 更friendly 尤其它这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是 那个叫做 表格检索 这个表格检索 是美国没有的 这个表格检索呢 是告诉你 就是说 利用美国式的检索方法 它设定的指令呢 你只要填充填进去 就出现一个 很完整的那个指令出来 你可以自己 再往上加添 都可以 非常的friendly 在好用的地方 在这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扩充的功能 给各位看一下 它做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新的功能 在这地方 你可以看到 英文版的网络 增加LOC 就是工业设计的分类 工业设计分类 你可以看到 这个机体电路 有没有看到 布局结构 平常你要找 机体电路不好找的 不好找的话 现在这些都有了 机体电路是 另外一种 智慧财产权权嘛 这些多有的地方 所以你看 专利前途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公开公告 这是一个什么 三个地方都可以找 发明新型 新资料都可以找 这个 找这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什么 它不同的 好的地方 都帮你点出来 各位回家 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看 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点看 布林逻辑增加了两 跟以前比 增加了两个栏位 可以变得更复杂 更准确 好 这个地方是选美国的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地方 前面都有代号 可以到指定的位置 去找你相关的专利 相关的专利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的好用 在这上头 有没有看到 万一不懂 现场有现场教育 可以上去看 你看 我这个指令是找什么 各位晓得吗 我要找 红海精密这个公司 还有呢 发明是潘宁波 这位先生的 我可以下这个指令去找 潘宁波这个先生 所以我可以追踪 他红海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管他调到什么关系企业 多无所谓 我都可以找得出来 你调到哪边都OK 只要你还要留在红海 我都可以找得出来 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东西续号 它有多少篇 对不对 它的续号 给各位看一看 每一个名字 有多少笔 都可以叫出来 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看到 打错字也可以叫出来 你打错 我可以把你叫 所以这个其实 后面的功夫 下了很多 后面的功夫 下很多 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看到 这PA 有没有看到 它下指令的方式 给各位看一下 比较细的前所部分 好 这个是下什么东西呢 国际分裂第八版 我们的智慧 现在不让你用 其他版本找 只要用第八版找 最精简 最有效的方式找 可以从B开始 从最上面的第一层开始 一直往下找 美国不让你这样找的 美国不让你找什么 第三层以前的 一定要什么 第三第四第五层才能够找 我们是第一层就开始找 就不觉得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差别度很大 在这里头 你看一下这个公告 得到数字以后 这下面各式各样的影和媒体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什么东西呢 智慧军把影证资料开始放进去了 这个影证资料将会变成什么 算出外力强度 算其他地方最重要的资讯会在这里 这个就是说哪边起源 就开始说这基本功了 日本找到吗 这个影证背景 美国是找到 日本找不全 2008年之前的 日本花了好多钱来建起来 现在为止又断了两年了 影证资料很难做 很难做 即使大国都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钱做 在这个地方 这边都会告诉你什么 应该是这样 这边你看到这篇资料以后呢 如果说你看过了以后 黄色的部分就是已经看过 就不需要再看 它是黄色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点减位影像会有黄色标示 已经点阅过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公报的整个说明 可以当落下来的 全文下载也可以的 全文下载也可以的 你可以看F03D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选择三种 三种专利 发明信息 新式量都可以选 选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选择这个栏位 为什么要这样选呢 我跟各位讲 你看到专利 是一回事 你要做分析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台湾的资料库 起码让你下载500笔的资料 一次下载500笔 你可以好好去分析 美国专利 根本不让你下载 这个标准的Excel的资料 不会让你下载 欧洲专利局 一直让你下载 30笔最多了 所以500笔 算是很好的 很好的资料 一直可以下载500笔 帮你做分析 不然的话 我给你讲说 你如果不能下载Excel的话 没有办法做专利地图 没有办法做专利地图 所以现在大部分 像日本也不让你下载 日本也不让你下载 除非你付的钱 在这个地方 或者钱在这里 所以给各位看一看 就是说 自策就其实做了很多 免费的事情 你可以看 这是它全部的结果测试 有发明星象 各有多少笔 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我发明有304笔 再点下去 我选择一个专利 选择 选择方向控制 我可以叫出来 叫出来 它的叫出来以后 你可以看一个两个栏位 你要选择你四方哪个栏位 都把它叫出来看一下 所以这边资料 其实做的相当完整 不会比外国差 但你要会用 你要会用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资料输出 我可以输出来 然后选择哪些范围 然后我可以选择 左边这个地方 它的格式 它的格式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选择它的格式 选择格式出来 就可以下载一个seal表 你也可以 要看自己的检索历史 它可以帮你存档的 你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帮你自己设定 如果说能够像欧洲专举一样 有个人的网站 那个帐户的话 是更上帅 更上帅 你可以留下自己的记录 就是下次再回去 就不要伤这个脑筋了 在这里头 权力的异动这个部分 各位看到在左上角 权力的异动这个部分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是 将来你要发现到 专利有没有卖掉 有没有授权 那就是将来什么 分析策略 要用的网站 要用的资料 然后分析策略 它那个部分 下面这个部分 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说要付钱的资料库 有哪些 像第一个 汤森引楼飞行 第二个 Delfin 第三 DWPI 第十STM 拍的被子 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资料库是比较特殊 它可以抓日本的F-term 它可以抓日本的F-term 下来做分析 那差很远 是因为日本F-term以前 很少有机会 能够抓着 除了一趴的历史以外 所以现在是给我看到 第二个资料 可以抓的Q-PAD Total Pattern 多是妈要付钱的 IP.他们也要付钱 可是智慧局帮我们定了 所以IP.他们 这个PiArt的网站 各位可以到智慧局 直接用 倒是很好用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IP.他们 这个网站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免费的部分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收费的部分 免费的网页 跟收费网页 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 你要用收费的话 到智慧局来上 免费的话 就直接在网络上 网络上上 那我们的讲义里面 都会有教各位 一步一步 可以找到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各位 在放上网站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 下面是告诉你 怎么找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您简单的介绍 叫做PAD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收集的资料 我就不讲了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量是给各位看 WOK IEL IP.com 这些网站 智慧局定的 都比学校定的要好 资料图的内容要多 像WOK 就多两种资料图在这里头 所以智慧局跟这个 就定的 因为钱不一样 否则钱不一样 那这个编号 各位要学习一下 不然的话 你将来找不到的 你将来找不到 这个编号系统 你各位看一下 下面这个案例分析 我给各位看 我们的检索技巧 给各位看一下 这当时都为什么 我一个国营企业 做的事情 它进去这个领域 我们来看一下 做哪些事情 你们看到 第一个就德文的分析 在结果里面 然后全球 日本 欧洲 美国 它不同的地方 做这个分析 那你各位看一下 它的东西 这是前沿 各位可以看得懂 好 这个地方 各位是要去哪里 找这个资料吗 我不是学太阳能的 可是什么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就是我前面讲的 我会找一个网站 叫做SolarBuzz www.soar SolarBuzz B-U-Z-Z.com 这个SolarBuzz网站 就是一个什么网站呢 告诉你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前50名的厂商 它的模组 出来的价格 每一个礼拜 有一个价格 它会告诉你 所有技术的发展 这个网站 我抓到以后呢 我现在要看公司的发展 看技术的发展 在专利上面找知道 就让我轻松十倍 你知道 这个我都可以抓的 可以看得出来 我先抓这个网站 然后这边有文献探讨 这文献探讨是哪里出来的 各位晓得吗 日本的F-term 我从日本F-term 就抓到之后 你给我这个东西 我就帮你写下来 他让这个地方 好 再往下面 文献探讨 这是美国的 USPDO过来的资料 我去找 好 再往下看 这是一个文献探讨 专利地图 各位看一下 研究的方法 你们看到 检索全球的有关PV 我跟你讲 PV Photophotonic 就是Solar Cell的 另一种写法 在业界 没有人叫做Solar Cell 全部叫做PV 你到业界去听的话 所有都叫PV 这个名词 所以关键词就不一样 你说Solar Cell 其实就是PV 你看技术分类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会用到各种的分类 来找资料 对不对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再往下看 研究结果 各位看一下 再往下看 各位的分析 各位来看一看 专利所有权能分析 有没有看到 这是CNN代表CANN CANN的专利最多 它这个代号出来 你可以看到CANN最多 然后SL是三阳 对三阳 两大 三阳是电池很有名的 SANN电池很有名 你可以看到 它的分类码 我们刚才前面讲过 它的用处 各位来看看 它的分类码 是不是讲得很详细 给各位看 你看它用在Magnets 或者Capacitor 或者Switch 你们看到 或者Electrochemical Storage 它的分类 它的分类都是跟着产品走的 产业方面走 可以看得很清楚 分到第二层的话 更简单 更清楚 Non-Fossil Fuel Power 就是非时化材料的发电系统 或者是什么 光学的部分 或者是什么东西 混合的线 混合电路 所以这都告诉你说 真正分类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的用途 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样你可以看到 你们看到 FolderExcel Sale Single Sale 你们看到 Solar Manufacture 制造 特别讲到制造 它帮你分出来 分在这些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面是国际上的分类 国际分类跟国际分类 这种一万多笔 一万多笔 整个下去分析 国际分类 前面是刚才DWPI的分类 这边是国际的分类 然后它的定义 它整个定义 你可以看到出来 好 这样下专利趋势分析 各位来看看 它这个 他人电子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不是1990年以后 才慢慢开始 给你们看到 申请的 是不是90年才开始 前面都很 都很单纯吧 对不对 专利数量多不多 好 你看它 国际专利分类 是不是很集中 非常集中 左边的3024笔 再往下看呢 这是它的分析结果 各位回去看一看 再往下看呢 所有权人 再往下看呢 它的权利分析 好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控股公司 总公司 单一公司 我要知道 这些关系企业 所有的组成的时候 我再做一个分析会不一样 集团对集团 公司对公司 是另外一回事 分析下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 在里面叫做 Unified的单一公司 是最下层的 在上面会有各种 不同层次的母公司 再往上说 Ultimate Company 就是最后的控股公司 那我请教一下 台塑集团的控股公司 在什么地方 我就要抓台塑集团的 所有的想法 我要看什么东西的 看什么公司的年报 看什么东西年报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只要读了报纸 一定知道 台塑集团的控股公司 是什么 长根医院 长根医院 掌握所有台塑集团的 什么 财产 长根医院的董建设 这是控制台塑集团所有的事情 它的年报 最重要 它的年报最重要 就是Ultimate控股公司 鸿海呢 绝对不是鸿海机密 一定是在某某地方的什么 免税天堂里面的一个公司 绝对不会是什么 鸿海机密 工业股院 绝对不会是 但是这里面都可以挑得出来的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说BP值得注意 有没有看到 我在BP说单一公司数量 只有一百笔专利 我把集团放进去 就变成一百九十三个 这个检手方法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今天BP本来 我只看到一百个 跟集团一方就变成一百九十三 是不是就跟其他公司 就不一样了 我就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这给各位看出 检手技巧里头 有很多专利可以看得到东西 一百九十三 好 你可以看到它专利的分类 落在什么地方 每一个公司 它的专利在不同专利分类 它有多少个专利 这可以看出公司的差异性 技术上的差异性 这些东西 好 这当中给 给各位做个检讨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都没有 好 优先权的分析 我们会分析优先权 在什么东西呢 欧洲专利权的专利布局呢 比日本公司专利布局更为完整 日本公司只有开能 所以我是从优先权来看 它在哪边申请第一个专利 它的分布的家族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边是看出来每一个地区呢 它的高风际不一样 日本是在2002年 等于你看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 那日本的公司呢 日本的专利大部分还是日本公司在申请 我们最多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边给各位看第八版的分析 我用国际分类第八版的分析 跟我下面用影分类分析会有什么差别看一下 为什么 第八版是所有都在里头了 权力向有没有这个分类全部进去了 可是呢 下面是什么 权力向有这个分类的 inventive的分析 这会不一样 我们会用这个技巧来看 它真正将来对我有影响的专利 应该是在自边的专利分析 在这里头 所以我们当时给那个国际企业是说是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你要注意 因为是免费做给它的 免费做的 还有第七版 所以这第七版的分析给你前面第八版 你各位来比比看 第八版是怎么样 427在第一名 第七版就502 可是第二名呢就260 这里面去比 你就看到很多的差异 会跟着出来 然后你欧洲来看到没有 日本是2002年达到高峰 欧洲是2005年 比日本卖了三年 地区性上也有差异 然后EP的所有权还是KINON最多 好 ECLA 我在欧洲的话 因为欧洲专利一定有欧洲专利分析 你看ECLA分析呢 就是很极端悬殊 跟国际专利分析的一二三名比较假 它第一名的数量特别高 它的比例上特别高 你可以看到欧洲专利分析 跟国际专利分析的差异 会在什么地方 它用IPC来分析 各位来看看 IPC跟ECO分析的差别很大 各位来批评 还是少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是 我们习惯性都会用不同的分裂来看不同 为什么 欧洲分裂看产品 国际专利分裂看技术 你会看到差异性落在什么地方 在做分析的时候 那第七版 给各位看一下 美国是到2006年达到高峰 跟欧洲一样 再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美国专利权 国际游戏 美国专利如果在欧洲申请的话 欧洲的分裂怎么样 空白是650 代表只在美国 没有欧洲专利 所以它没有分类 你再仔细看的话 它的分类数量就不会差那么多 美国分类第800 这是各种不同技巧的应用 好 美国专利分类的分 那个看呢 在136分的最好 136 它在应用面 你来看的话 它两阶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到 各位来注意看一下 951个专利136 分到下面136好多个分类 这时候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应用面 看到它整个应用面的这个地方 好 世界质量组织分类 给各位看一下 指定国 各位来注意看 这张图表可能最重要 为什么最重要呢 世界各国的申请的国家呢 你看看全是欧洲国家 我们在前面看 日本的专利很多 美国的专利很多 可你现在想想 全世界太阳人是哪些国家 看哪里 我们看哪些国家 第一个看德国 第二个看西班牙 这两个国家如果补贴 如果减少 就往下掉 对不对 那你看看专利 是不是都集中在这里 联合国有多少个专利 集中在欧洲地区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会出现 在这里头 你们看 所以这个结论来讲 就是说是给各位做个参考看一下 就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是 我们今天为什么用这个来做介绍 是因为这个讲义里面 用到不同的分类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什么 分析的意义在这个里头 所以我们在这段给各位做个参考看一下 所以这个结论跟各位看一下 就是将来台湾的企业 一定要会跟美国企业什么东西 80%以上是无形资产 不再是土地厂房 这些东西 免不了的 一定要做的 所以将来专利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这个智慧财产 你懂不懂 我跟各位讲 可能决定在公司的发展也好 你将来独立出来创业 你的本钱也会比人家多 如果说今天像我出去创业 我跟你讲说是 我可能不花一毛钱做研究了 我就放弃了 我放弃所有的研究 我就拿现成的技术来用 我可能就拿现成的技术来用 我晚上睡觉睡得好的很 对不对 我不要去伤那个脑筋 我绝对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晓得 放弃的专利 公开的技术 我绝对比他专利多几倍 我根本不必操心 我根本不必操心 绝对有办法 而且还有联合国帮我 人家任何人拿到的专利 我也许都有办法把它举罢掉 我更不担心 联合国还可以帮我这个事情 所以就说 给各位看一看 就是说是 很多话都数位化 各位要懂得 像数位这个影像的这些内容 你要怎么去找 网络上的工具 你要是会去用 现在我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读专利是最好用什么 带他mine的软体去读 帮你做摘要摘出来 我们已经试验过很成功 我如果像这个 平常一天只能读200页 像我们的高雄很高 我们对同学一天读200页 他现在一天可以读2000个 2000个PDF档 所以他可以靠那个什么 给他mine的工具来读 读这个事情 我很快讲到这个地方 耽误了各位几分钟休息的时间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中午的时间再聊一下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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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